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 星期天选举房地产顾问公司高管梁振英 为下届特区行政长官 1200名商界领袖和香港其他各界精英 以689票推选梁振英为特首 远远超出了601票的当选要求 他的对手唐英年获得285票 民主党的何俊仁获得76票 普通香港市民无权参与选举特首 唐英年在开始竞选时位居前列 但是一系列过失和丑闻使他失去了支持 梁振英被广泛认为是北京指定的人选 在特首选举委员会外边 有大约1000人举行和平示威 要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现全面民主 梁振英将在今年6月 接替曾英权担任香港特首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访问了 分隔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非军事区 奥巴马站在厚厚的防弹玻璃后面 用高倍望远镜 眺望边界另一边的朝鲜 奥巴马还同驻守 非军事区的美国军人见面 并对他们说 韩国总统李明博曾经表示 他作为一个穷孩子 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美国提供了军事援助和支持 奥巴马这个星期在韩国出席 世界核安全峰会 他还计划在峰会期间 与世界领导人举行一些双边会谈 朝鲜核项目以及伊朗和其他国家的 核项目将是这个星期 50多个国家核安全峰会的主要议题 这次峰会将于星期一召开 阿富汗官员说 星期六的一起炸弹爆炸事件 造成至少8人死亡 包括几名警察 有关当局说 爆炸发生在南部坎大哈省的阿尔干达 北约星期六说 一个北约军人在阿富汗南部的一次爆炸中阵亡 不清楚这次爆炸是指坎大哈省的 还是阿富汗南部其他地方 坎大哈省是塔利班的发祥地 虽然他们的政权10年前被推翻 但是坎大哈省一直是与卡尔扎伊 以及西方盟军作战的激进分子的据点 美国军事官员说 不会有任何美国军人 因于北约去年11月的一次空袭行动有关而受处罚 那次空袭造成24名巴基斯坦军人死亡 使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急剧恶化 美国军方当局已经表示 去年年底的调查得出结论 认为美国军队当时在遭到巴基斯坦军队的火力攻击后 进行了适当的自卫 而且巴基斯坦军队的阵地没有标在联军的地图上 巴基斯坦拒绝接受这一调查结论 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由于一系列事件而趋于冷淡 包括去年11月的空袭 两名巴基斯坦人被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合同人员枪杀 以及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在阿伯塔巴德发动击毙本拉登的秘密行动 前美国副总统切尼星期六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 目前正在康复中 切尼的办公室说 他目前住在维吉尼亚州一家医院的加护病房内 他在换新候选名单上等待了20个月 切尼的助手卡拉·埃亨说 切尼不知道捐新者的身份 这位71岁的共和党领袖人物 在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担任副总统 他有长期的心脏病史 切尼从37岁开始经历了5次心脏病发 最近一次是在2010年 以上是这一节的国际新闻